稍早傳出不幸墜海的國軍一架F-51戰鬥機 到底效能如何 而意外當下危機處理又該如何因應 今天我們要視訊資深飛行教官余浩偉來告訴大家 好 首先感到很難過 第一個我一個很優秀的學弟因此而上身 但是我也有看新聞 他是為了拯救不要讓飛機撞到所謂的就是 城市啊那些這是我們空軍的中勇軍風 他雖然犧牲我很難過 但是這是我們我們做軍人 特別是個飛行戰鬥機飛行員必須要做的事情 第二個來講我更難過的話就是這架飛機我飛過 這架飛機的話是以前我們嘉義的261飛機 他是21中隊的飛機 失去一個很好的學弟 失去一個就是說一架一個老朋友 那剛剛記者消息講的問題 好像飛機很老舊 這種飛機大概從民國61年開始我們台灣就要用 已經將近40多40年的歷史 事實上飛機來講的話不管 軍機跟民航機沒有所謂老舊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都經過周檢那些 會把飛機整個拆開來檢查 出場的時候這個跟下新飛機一樣 但是我這邊要呼籲一下就是空軍 司令部跟國防部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戰鬥機來講的話它會有很多庫存的零件 舉例來講的話當初F-100在整個所有飛機報銷 報損的時候 庫存量好像聽說有上億元的零件 事實上這些飛機來講的話 已經用的東西而且已經列入被汰換的名單裡面 我覺得這時候國防部應該想到 把飛機的所有的一些零件 供應給這些 在線上飛機 不要說只維持一個妥善力 因為我們知道飛機來講的話 它有個基本的妥善力在 事實上的話這些飛機你把零件拿出來用 就是說萬一零件真的用完的話 你就提前個一年兩年時間淘汰 不要讓我們飛行員全部都處在一種 就是說也仍然感覺好像飛機老舊 事實上我剛講過飛機沒有老舊 只要是你全心全意把它修好 把維持到高妥善力的情況下 飛機是沒有老舊 我們也可以看美國有很多P-51 已經24艦飛機 現在還有人在飛 就是你要充分保養 但是這件事情我還是講一句話 我真的很難過 聽到這個事情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我不敢說100% 大概至少90%以上 是雙發動機失效 F-51這種飛機來講的話 它是兩個發動機 就所謂兩個引擎 在全世界飛機來講的話 算是一種安全飛機 因為只要是多引擎飛機來講 總比單引擎 像我們F-16幻象 因為它一個發動機 如果說今天吸到鳥 或是 所謂的IOD 什麼叫IOD 就是發動機裡面液片斷了 發動機的液片 把自己發動機給殺了 就叫IOD 都會造成熄火 熄火沒有動力的話 飛機就變成一塊鐵就掉下來 但是F-51來講的話 是雙發動機 所以有可能就是 我剛剛講的 是不是 它裡面的液潤葉片斷掉之後 因為它兩個發動機是並排的 射到另外一個發動機情況下的話 兩個發動機就可能就 瞬間熄火 再加上低高度情況下 我們飛行要有速度 要有高度 我們才會安全 高度越高 我可以用我的高度來換速度 我來做一些處置 例如說重新點燥發動機 點燥引擎那些 但是如果說你處於一個剛剛起飛情況 又是低速度 又是低高度情況下 確實是每個飛行員最怕的一個階段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是冬季的 已經接近冬季 會有很多候鳥在台東 過各個沿海地方飛 會不會是瞬間吸到兩個 兩個發動機都吸到飛鳥 造成飛行員 它故障 我們會講說 飛機故障飛行員要先叫 錯 我們先去飛行員叫 是為了說 讓人家救我方便 第一個事情 我們飛行員要 不管是 總統下令 我們第一個事情來講 就要先 處置我們自己的飛機 不管是空軍司令 總統 行那麼樣下令 我都可以不聽 我先把飛機救活 這是最重要 如果說飛機救不活的話 情況就像這個飛行員 把飛機帶到外海去 可能就會犧牲生命